每天幾宗到幾十宗 幾百宗、幾千宗 到現在每天幾萬宗 第五波疫情頻尼失控 加上政府計劃 在三月後期實施全民檢測 還可能配合禁足 於是市面各處紛紛湧現人龍 有人增傷買檢測包 有人排隊逃空超市 藥房裡面更是水洩不通 連銀行門口都排了長龍 還要有專人節龍 不要緊急, 你們過行 不少地方忽然人聲鼎吠 但疫情橫掃下 更多一向熱鬧的地方 早已變得冷漠孤青 加上二月二十四日 疫苗通行證實施 令繁華的香港 彷彿變成了一座正茵茵的空城 入日之後, 情況更加明顯 不說, 以為現在不知道是凌晨多少點 但其實現在只是晚上的七點鐘 你看, 整條街真是水靜鵝飛 只剩下小貓三、四隻 只剩下小貓三、四隻 六點後開始人流減少 怎麼小法呢 小貓幾隻 生意是否都差很遠 是 差很遠 差…沒有了三分二 看看尖沙咀區內一間人氣日式超市 2020年, 就算疫情已經來襲 但一樣是人頭湧湧 但早幾天我們傍晚去過 已經是人流冷清 通道還沒見過那麼暢通 搭晨九點 連天星小樑也提早落閘下班 五隻旗桿一帶 更是鬼影也不多 尖沙咀是這樣 跟羅湾都是一樣 2020年疫情初期 跟羅湾的羅素街仍然人來人往 但早幾天下午來到 街上人流十分氣疏 跟兩年前相比 簡直是差天共地 去到晚上七、八點 羅素街的店鋪已經全部關門 行人疏落 雖然行人過路燈是綠公仔閃亮 但也不見有人過路 就算兩排的士都排了長龍 但也無人問津 作為地標的時代廣場 在下午不少樓層 都是一個遊人都沒有 去到七、八點 店鋪更加陸續關門 大堂人流冷清 只得扶手電梯在空轉 銅鑼灣遊客區就變成這樣 旺角鬧市的小商場又會怎樣呢 這下午兩點 只看到這個商場門口 就算有保安長住 檢查入場顧客針卡 但人流也不算太少 但旁邊這個 曾經被稱為潮流勝地的商場 就不同了 別說人流 人影也不見多 護膚店、服裝店、玩具店 通通都沒有開門 鄰近的這個商場又怎樣呢 整層的樓面, 近百個鋪位 通通都關門大吉 只有這間餅店 還在開門死手 不過堅持開店的店主都說 開了等於沒有開 去哪裡都要鋪, 人們覺得很麻煩 那些人就索性不來 靠逛街的人, 可能真的沒有開門 我也聽過其他店 他們三天都沒有開門 糖果店負責人張先生 以及護膚店負責人Mandy 都在太子梨的商場開店 但他們不約而同地說 開了這麼久 現在的情況真是數一數二的 為什麼?這麼差? 以前這個場真的很旺 以前通常是旺賣什麼呢? 以前賣什麼呢? 有很多東西賣的 有鞋、衣服、雜誌也有 這裡以前下午那段時間 有很多年輕人 做到十一點多 十一點多、十一點多都可以做 現在這種時勢 他想做到八點, 他都不想做 現在的人流少了九成 一到五點就開始已經沒有人走 現在的人流跌成這樣 這個情況對於很多店主來說 簡直是噩夢 這些貨還在這裡 真的很多傳貨 我們平時都是賣很多 但現在真的會慢了, 很難 可能幾天都沒有人問過 以前可能一天都會賣幾個 起碼一天一定有人問 而且要訂貨才有 現在的情形是…隨便選, 隨便看 放在這裡沒有人碰 對… 疫情這麼嚴重 而且本身主要是屬於熟客 但現在的情況 我的熟客也… 要是有些人移民 有些人真的不敢外出 生意額會否有很大分別 當然有大分別 以前可能最高峰期六十多萬 現在可能二十多、三十萬已經很厲害 完全不可以跟以前相比 經濟現在變得很差 現在變得很差